經濟天氣不穩定 農民將孤島趴在路上 等到好停時 就在高均衍開範圍 怕孤島在那裡看 但若是剛才落後 就還要高均衍開範圍 但過去孤島才受急 農民經常找到地方來趴孤島 現在好位公司開好農民的行程 可以在路上趴孤島 後位公司表示 五年孤島三兩全國最多 而且後位在二級孤島 近一面九六百五十公斤 過去農民在偏偏的道路 逢路趴孤島 經常申請求婚 或是被檢舉規劃段 有在方便農民 公司辦農民申請落款 再開放申請定期危機兩個月 後位公司就說 不僅僅是可以在路段中央 但不可能是選擇 人車比較少的路段 並會設定高通 對京市町町町的安全設備 也不必做事 和孫秀隊會加強順路 讓農民會安心來打孤島 表面比車的頭客氣 繼續有年不到